各位各位,那今儿在唱里头,就要提着了 但是今天在这儿碰到了一位 苏然气精的大姐 这位是大老爷从新疆过来,替他的替起良地 这三个苏然气精的 接下来咱听听他的故事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遇见了一个我们的车友 大姐,您玩车玩了几年 我最早是18年买的拖挂 18年就开始玩了 嗯,那您都去过哪些地方呀 新疆都差不多转过来了 然后拖挂是1909年时候带着我妈 我跟我嫂子 我们从新疆范乐出发到云南 到广西 然后又到湖北石宴 又到西安 然后到青海走若强那条路 又回块了 哦,那你这个 我拉着拖挂 新疆第一女拖挂 你现在是新换的这个车 那个拖挂就卖掉了 还没卖 还没有卖 到时候再说吧 那你怎么想着买一个这个皮卡呢 因为我妈年龄大了 81岁了 因为她那个拖挂上下不方便 从前车上下又到拖挂上面去 不方便 所以说为了我妈我所换个这个自行士的 带着我妈出去 趁着她现在还能动赶快出去转一转 那我们上车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这个新疆大姐 然后她订的这个布局 她的订的比我早 然后她的车呢也是比我好得快一些 看这手摇式的 电动 这个里面她选 选用的是那种 这种板材的看一下 带颜色的我们家老公不愿意 就这个板子那个 这个她就要要这样的 深颜色 我真的当初这个都不想要深的 结果这咋搞的也是个 当初这个想要深颜色的 结果这么一看才是淡的 哎呀她说反正要套套子吧 都是要套套子的 然后带着看看现在选的 谢谢 给大家先看一下 也是一个那个额头床 但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个对卡座 然后主要是这个有一个后床 到时候这个座椅打倒以后就有 一般板子过来就是一个 整床了 这就是那个啥 那个折叠的那个 也不算折叠 这叫延长的 算折叠 还有个板子扣在那里 对把这个折过来 安下来 把座椅放下来 那块板子就折叠过来 我想到时候我妈要是出不去了 不出去了吗 我这样子就这样放好 那个后面就可以放东西嘛 到时候我们两口子了 就可以收这个上面了 那那你有没有 感受一下上去 上去了 嗯 你觉得 我今天上去了还可以 你觉得还可以 坐到那反正有点顶头 啊 那坐 那坐 你个子可能就可以抬起来头 嗯 我觉得这还是稍微低了一点 对 嗯 还行 这个地方的话 你整个坐起来就是高一点的人 确实不太容易 平时就有点顶头 平时刚刚这样放松做还还可以 就是睡一觉 然后看一下他这个 在扇盒子 所以我把被子给给打开了 你叫你把窗户也打开了吗 窗户打得深 我准备走的了 哦 我打到这个松口上面的 没有扣死 都透风的 这个是你当时就是看上 这个那啥格局啊 还是你自己订的 他厂子就有现成的 哎呀 我不想折腾 你厂子 他有那几种格局 我就选了这个 就直接选 那你当时是怎么 怎么找到这一家呢 我这个我关注找了呀 他这个厂子刚成立我都关注了 因为 你想我18年买拖挂之前的前几年 我都在关注房车 但是那个时候 那个房车 确实价格又高的情况下 是好多东西再不给你装 那也不得给你装 都是自己解决 那时候连店都没有 你知道吧 那确实 那是早几年的 确实房车又贵 然后又各种 硕士都没有 对对对 都要你自己去 配套的太少了 配套的太少了 对 所以现在的都 整个配全了 就不用自己 都不用再动了弄了 那你之前来过没有 没有 一直就是在公众号上那些 就在网上看 嗯 那你订也是在网上订 那个957 知道吧 知道知道 他不是到新疆去过吗 哦 你看 去了最后我联系他 跟他 叫他吃了个饭 说知道他 就是那个957的 然后最后他不是刚好 我一看啊 他也是开的这个 这个这个场子的那个 反正所有比较下来嘛 你像那个自由长春炮 他是后面不带坐 后面没有床的 嗯 他是坐椅平床 我就不想要那样子的 你就是想要个下面有床的 哎对 你像我这个 平身床以后 他 都不影响吧 还照样可以坐人在这上来吃饭 也就是哦 你来看看 整个坐椅平床 你必须白天还要子给他收起来 才能坐人 所以那些麻烦 那就是大概看 他一说说哎呀 这个车还行 说的 那你你当时 你当时看看他那个车的时候 你你觉得那啥就是相对比 你是想要这个下下面有床的是吧 嗯 那如果就是不考虑带 呃 您的那个母亲的话 你就 那我可以 那我就考虑你那样 哈哈哈 是 你那个宽插好多有储物空间呀 那看来 女性还是喜欢可以放东西多的 对呀 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配套都是双开 然后这个 那你做饭的话 你有没有除了那个外面可以做 然后你里面有没有 有卡热炉 有卡热炉 嗯 那你之前出去就是用卡热炉多一些还是 嗯 用卡热炉多一些 用卡热炉多 嗯 还在电的那个锅呀都有 都有 嗯 电压力锅呀 那 那这个 那这个就是说你选它的标配400里电是吧 嗯 没价 嗯 没价 因为我自己拖挂上面有锂电 我要是想那个啥也可以换过来用 我前车上还有300里电 哈哈哈 好多 就是拖挂不拖 我就直接前车我搞的床车 嗯 我都是多样的 你知道吧 嗯 拖挂不拖的时候我就前车床车就出去玩 所以我前车也装的有锂电 320的新车充电 挺好挺好的 嗯 大姐然后这两天她就要 可以挂牌挂牌就可以开会去玩了 那个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后面的这个洗衣机 应该是就是说 和你的车是一样子 说就是 里面的不一样 就是布局不一样 哎 这个洗衣机是在这儿是吧 对 对 这洗衣机在这儿 嗯 就是这个地方 嗯 啊 看这个洗衣机是在后面 所以说把床也升高了 嗯 这个床没那么高 这床还升高了 那这个地方还可以 平时放些东西 我想到以前还想到有点位置 这个地方 挺大的 放那个箱子那种 可以折叠的箱子比较方便 可以折叠的箱子比较方便一下 哎 这是三双的吗 三公斤 啊 三公斤的 嗯 然后 因为我 房车上的 我没用过 房车上洗衣机我没用过 我也没用 不知道咋样 我后续然后用了以后 加的是一只滚筒的 我用过 啊 这个这个在里面 说是那个 不大 不能放太好 衣服 这三公斤小啊 嗯 不大 嗯 到时候 大的 真的 衣服 真的洗衣机 到时候 我 到时候我使用以后 给大家 到时候给他 再说 那个 感觉 我们都没有用过 那个车上这种洗衣机 哦 就是上完拍以后 然后他还给你 大概教一下 这里面的东西 挺好的 哦 哦 哦